北大的高材生喝二锅头不配下韭菜 结果没忍住对面前的农村女孩动了情 怎料不过是一碗的缠绵 他就让女孩的肚子有了反应 男生没有犹豫 当即决定负起责任和女孩结婚 却丝毫没有意识到 自己已经踏入一个巨大的圈套之中 宝贵平日里总会挂着相机 朝气蓬勃地穿梭在各个山村给大家拍照 村民们对照片这种新奇玩意儿很是热情 每次看见宝贵都能聊上半天 直到人群散去 宝贵才有空闲休息 山清水秀 人结地灵 造物主的神奇让宝贵不由自主地再度端起了相机 他调整着镜头准备记录这一美好时刻 突然一道欠力的身影走进了他的视线 黑色麻花便在白底碎花的挂子后若隐若现 名模好齿的美秀就这么闯入了宝贵的声音 比起宝贵的震惊 美秀看着宝贵像看一个可有可无的陌生人 他是来请宝贵去家里拍照的 一张在寻常不过的家庭合影 在宝贵按下快门的瞬间就结束了工作 看着忙碌的美秀 他提出免费为起拍一张单人照 谁知对方想也没想就拒绝了他 美秀像是有心事 眉眼间都是化不开的哀怨 宝贵无从安慰只能借口离开 可惜还是被一场山雨困在了农家小院 美秀的家人热情地准备了晚饭 宝贵想找话题和美秀聊聊 但对方只顾着埋头喝酒根本不理会他的大善 晚上出来乍到的宝贵没有盯点睡意 通过墙上的亮光 看到美秀正在暗自捶泪 他正犹豫要不要进去安慰 门就被从里面拉开了 眩泪欲低的双眸像暗夜里的明星 看得宝贵心头一颤 于是在酒精和荷尔蒙共同的措施下 他竟大胆地和美秀紧贴在一起 殊不知就是这个血气方刚的举动 竟让他在往后的几十年都跟委屈与气苦捆绑 春风一堵 美秀对宝贵的态度也一改从前 就在他巧笑嫣然的瞬间 宝贵再度按下了快门 不过这次美秀没有阻止 宝贵拿着洗出来的照片如获之宝 他向好兄弟苏芳说起美秀的种种 本以为同样走村串乡的电影放映员 会对美秀有印象 谁料对方却说只是见过 宝贵注视着照片 并没有注意到苏芳脸上的僵硬神色 苏芳低头猛吸一口烟后才告诉宝贵 他已经考上北京师范大学了 这里的一切都将不再和他有关系 这下轮到宝贵傻眼了 他一直感觉自己和苏芳不相上下 直到现在才彻底清醒 苏芳没有在意宝贵的错愕 只是临走前以纪念的名义 拿走了美秀的照片 苏芳的离开刺激到了宝贵 他开始在照相之余 泡在补习班里发奋学习 他想和苏芳一样考到北京去 北京大学的地理系是他的梦想 而照片上没眼含笑的美秀 则成了他辛苦之余的味解 然而让他怎么都没想到 再度回到火麦村会是这般光景 村民们堵在路口横眉冷对 随后又将他押到了美秀家 一进门就让他跪在村长和美秀爹的面前 宝贵这才知道美秀怀孕了 想要自杀但被人拦了下来 村长义正词严的指责宝贵的不道德 美秀 这件事是不是他干的呀 美秀没有回答 只是含泪把头转了过去 看着床榻上的病若美人 加上村长严厉的追问 那你说咋办 我娶她 我没有儿子 只要有你 我上门 一切发生得太过突然 没有媒妁之言 也没有父母之命 宝贵就这样摘下了相机 套上了新郎的挂子 在嘈杂的议论和热闹的簇拥中 成为了美秀家的上门女婿 新婚之夜 美秀一改往日温婉剪掉辫子 成了个俐落的人妇形象 宝贵憋着一肚子一问 却不知该从何说起 只能借着醉意说些 毫无意义的计划 她质问美秀为什么要剪掉辫子 美秀腼腆地低下头打道 你又想 我已经不是姑娘了 谁知这一句话 直接戳中了宝贵的痛处 她喘着粗气继续责问美秀 你什么时候不是姑娘了 啊 你是什么时候和我睡的 我和你睡的时候 你已经不是姑娘了 你以为我傻呀 莫婶 你不要回来 你听我不是姑娘 你不要欺我 哪有还你欺我 不是我娶你 是你娶我 是我上门 你肚子里孩子生下来 要姓伟不姓蓝 你晓不晓得 虽然已经拜堂成亲 但宝贵心里清楚 在那晚之前美秀就已经不是姑娘了 至于她肚里的孩子 她也无法确定是不是自己的 你说 这孩子真的是我的吗 本该是新婚洞房花竹叶 宝贵却打开屋门在微凉的夜色中做了一夜 好在这一夜的不愉快并未影响婚后的生活 宝贵勤奋实 干活卖力 深得美秀家人喜欢 只是闲暇之余 她总喜欢坐在石头上发呆 美秀看着也不敢问她在想什么 日子过得平静又乏味 直到几个月后的一张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的到来 唤醒了整个火卖村 宝贵兴奋不已 抱着邮递员不停地说着感谢 围观的村民们也为她高兴 美秀也激动地流出了泪水 去北京之前 宝贵提前算好了孩子的预产期 那会儿学校再有一个月才能放假 她说自己要是赶不回来 到时候一定让母亲过来 两人握着手沐浴在阳光下 畅想着孩子的名字 仿佛岁月一片静好 宝贵许诺等她毕业了 一定要带着美秀和孩子去北京 到时候一家人好好生活 可惜北京的生活不比山村里的枯燥 灯红酒绿的社团活动让宝贵心神荡漾 尤其是美丽大方的女同学吴欢 短短几次会面 就再次让她穿心荡漾 安顿住学校这边的生活后 宝贵终于拾起信职 准备给美秀写些什么 可窗外吴欢的笑声 却不断地吸走她的全部注意力 最后匆匆落下两行字 就算是对美秀的交代了 邮递员看着信职上敷衍的两行字 也不由地说了句 讲 就这几个字 孩子老子差点抛断退 比电报还短 美秀没有理会邮递员的唠叨 捧着宝贵的来信 笑得一脸幸福 远离了火卖村的一切 宝贵脸上的笑容也多了起来 外出游玩时 吴欢还主动和宝贵合了影 然而自在的校园生活 很快被一封七个字的电报打破 是村里发来的 说美秀早产并未让她诉回 宝贵赶紧撇下学校的一切 往火卖村感 却不知这一回就再也没能出来过 此时距离她算好的预产期 还有两个月 但美秀已经一脸虚弱地躺在床上了 是一对龙凤胎 美秀本想在弥留之际说出真相 对不起 这孩子 我知道 是我们的孩子 我名字都起好了 男孩叫伟龙 女孩叫伟凤 想不到都用上了 龙凤成乡 不贵 孩子 不识 对 孩子不识一狗 识一爽 你是不是想砍砍砍砍啊 最终还是没有成功 看着满眼寒泪的宝贵 美秀只留下一句谢谢你便撒手人寰 村里的人说 是吃草的牛突然发狂冲撞了美秀 表妹说 美秀姐都是为了救她才受了内伤 村医说 都怪这次事故才害得美秀早产 七嘴八舌的解释让宝贵心乱如麻 一如接受这段婚姻一样 她再次被村民们的说法裹挟着成了两个新生儿的父亲 此时正从小学人士调动 村里的学校没了老师 村长便建议宝贵先试着交一段时间 我们的工资等她开学了 大家再想其他办法 看着上在墙堡中的一双儿女 宝贵只好点头应下 然后向学校寄去了自己的休学申请 宝贵学识乍试 又去过最高学府见过世面 因此第一堂课就赢得一片好评 闲来无视的村民也会在窗外旁听 教书育人 她的生活再度回归到了瓶颈 小姨子采鸾经常帮她照顾孩子 日子一久也对宝贵生出了别样的倾诉 但宝贵却拒绝了 我不可能再去 时间流转 一学期转身即逝 村长说新老师很快就来劝宝贵回去复学 并承诺一定帮她照顾好孩子 临走前宝贵和孩子们拍照留念 但孩子们还是十分疑心 新老师到底能不能来 大巴车载着宝贵淡出了火卖村 宝贵握着村里人为她筹的生活费心中五味杂陈 那一张张毛票也拉长了她的牵挂 在颠簸的大巴车里 宝贵做了个重大的决定 两天后 她带着孩子们新学期的课本又回到了村里 原来她在县里教育局问过了 火卖村的新老师压根就没有找到 她不想丢下这伙孩子们不管 她告诉孩子们 自己可能无法再去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到时候就指望孩子们走出去替她看看 迟迟没在学校见到宝贵 暑假里无欢顺着地址找到了火卖村 不巧的是宝贵去了县里开会 看着宝贵精心为孩子们准备的照片墙 无欢瞬间明白自己带不走宝贵了 她根据孩子们的指引来到宝贵家 她将尚未素质与口的心事画成一句祝福 写在两人的合影上放在了镜子前 回来的宝贵看到照片 立刻意识到自己错过了什么 她迅速向山外冲去 可前方等着她的只有无尽的山巒 她声嘶力竭地呼喊着 无欢的名字被一重重回声送到了很远之外 有的错过是注定的 她和无欢终究是没有缘分 渐渐的宝贵适应了乡村教师的生活 两个孩子也在她的照顾下日渐长大 可这天一个孩子无心的一句话 直接推翻了她多年来的健手 哪个叫你们打人了 看两个打人家一个 可以打我 哪叫你打我家娘 我就打你 你叫牛害小妈妈 我要打她 你不是打她 这是你家牛害小妈妈 妈妈生的 时候自己死的 我家娘根本没有这么闹 本就有过怀疑的宝贵 想从孩子口中套一些话出来 谁知她也只是私底下听大人们说的 自己并不知道详情 呼之欲出的真相让宝贵几近崩溃 她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又对比着两个孩子的长相 美宇的陌生几乎坐视了她的怀疑 或许根本没有什么牛壮到美秀 也不存在内伤引起的早产 因为孩子不是她的 所以美秀也只是暗期生产罢了 宝贵怀着最后一丝希望找到彩鸾寻求真相 彩鸾的默认 让她想起了村里人当初颜知凿凿的模样 那一张张看似诚恳的面容下 全都是视线预谋的欺骗 她和美秀的爹喝酒 内心的亏欠让老庄人一口气干了一碗 心里憋着一股火的宝贵直接又给满上 喝 直到把老庄人喝趴下她才愤怒地喊道 整整六年 你们骗了我整整六年 我欠你们什么 你们全村的人喝一会儿来骗我 那碗宝贵喝了很多酒 她拽着彩鸾来到学校 然后将她压在身下 醉酒的宝贵一下被推倒在地 她亮枪地爬起 我喝多了才栽在你们村 我喝多了才糊里糊涂地当了丈夫 才糊里糊涂地当了爹 原本可以进入北京大学实现梦想的她 却为了美秀的清白被全村人和其火来欺骗 也因此断送了大好的前朝 愤怒之下她将彩鸾退倒在桌子上 我今天就想做男人 就想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 我既然在了 那就再到底 看你能不能怀上我的孩子 她将没有对美秀说出口的疑问 悉数砸向彩鸾 你告诉我是不是处女 她怒吼着心里的憋屈 在无法抑制的眼泪中逐渐释回了理智 次日她来找村长询问事情的全部真相 原来在六年前 美秀未婚先遇 为了她的名声 村长跟村民和其火来编制了一个个的谎言 撒了一个谎就需要更多的谎来源 村长将全部过错都揽在了自己身上 是她让村民们和她一起撒的谎 虽然美秀在临死之前要告诉宝贵真相 但都被她阻碍 因为她担心宝贵会撇下孩子和学校一走了之 听着村长的不断忏悔 宝贵突然出言打断 村长 孩子是我的 是我亲生的 你懂吗 你们过去怎么说 现在往后也要怎么说 哪一个也不要说孩子不是我亲生的 哪一个也不要把话传到我孩子耳朵里 哪一个要是乱说 我饶不了他 她知道真相会给孩子们带来多么大的伤害 为了保护他们 作为父亲 她甘愿让这个谎言变得圆满 让这个秘密成为永远的秘密 看着眼前那头被栽赃的老黄牛 宝贵突然觉得自己仿佛和这黄牛一样 有口却不能言 慢慢的经也习惯了逆来顺手 只能在一次一次的选择中任命 远处响起阵阵音乐 是彩鸾出嫁的队伍 彩鸾也披上红装成为了别人的新娘 两年后 宝贵带着两个孩子给美修上粉 望着照片上的笑脸 妈妈和照片上长得一样吗 妈妈比照片上还好看 你想妈妈吗 想 你们要乖 要听话 要好好学习 长大了 要上大学 要成龙成凤 好让你们阿妈高兴 阿爸 我们要是考上大学 阿妈会知道吗 知道 你阿妈呀 什么都知道 火麦村的小学在宝贵的坚守下 度过了十六个春秋 这里送出去了一批又一批优秀学子 宝贵却只给自己留下了一身病痛 后来 学校盖起了新房 线上也派来了新老师 看着孩子们天真的笑脸 宝贵露出了欣慰的微笑 恍惚间 他想起了在大学错过的吴欢 一直默默帮自己照顾孩子的采乱 以及初次见面的美秀 黑色长辫子碎花小衬衣 单单只是背影 就让自己流连忘返 宝贵接过村长手里的水焰 如今的他已不再有怨恨和委屈 他觉得一切都是自己选的 村里人给过他选项 是他自己执意要回来的 至于落到个什么结果 他也都心甘情愿 虽然宝贵释怀了 但村长的愧疚却无法解除 老鬼啊 我心里有鬼啊 我们不该耽误你上大学啊 那个都是罗志源的 跟那个都没得关系 我现在不是很好吗 有个事 我想叫莱莉 如果有一天 我走了 我们这个谜秘也该解开了 你把真相 告诉威龙威风 他们的亲生父亲是那个 他们的父亲 并恶有出息啊 他们应该知道 岁月的车轮和病痛的折磨 还是带走了宝贵 从火卖村走出去的学生 从各地寄来了照片 村长看着孩子们 都有出息的模样 不自觉的眼眶湿润 围龙围风在收拾父亲的遗物时 发现了一封没有寄出去的信 收件人是宝贵的昔日好友苏芳 原来宝贵也曾想过告诉苏芳真相 只是彼时的苏芳在北京 已经家庭美满事业有成 不想再打扰他的生活 准备寄出的信又被收回 如今的苏芳已是北大的教授 宝贵没有寄出的信 由孩子们给寄出 苏教授 您的快件 得知真相的苏芳 翻开了那本尘封已久的相册 往事也在心头浮现 当初他是游走在 各个村落的电影放映员 因为能说会到 经常惹得姑娘们的青睐 而情窦初开的美秀 无疑是其中最为惹眼的一个 一来二去两人变走得越来越近 在苏芳的甜言蜜语之下 两人钻进了小树林 美秀因此怀上了孩子 苏芳欺骗说会回来找美秀 却不料在不久后 他考上了大学 在美秀和前途之间 他选择了后者 宝贵去拍照的那天 正是苏芳离开火麦村的时候 伤心失落的美秀不住的喝酒 才有了那晚的酒后失态 时隔多年 苏芳再次回到火麦村 那里依旧群山环绕 一如他离开前的落后模样 只是那时候村里 还有为他流泪的俏丽姑娘 苏芳和宝贵是山村里 走出去的两类人 苏芳有明确的目标 心性灵活 心狠果敢 而宝贵老实本分 善良柔软 能在遭受了全村的气满后 依旧帮村民们教导孩子 能在知道真相后 停住揭露秘密的脚步 可也正是因为这份善良 让他的一生都被束缚在了火麦村